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家新闻 我是蔡小军 新闻一开始要先带你来看 高雄市长陈其迈出席 元宇宙之极乐奥义 无限列车成果发表记者会 并与高雄捷运公司 杨岳昆董事长 经济部工业局 以及地方民意等代表 共同进行启动仪式 市长陈其迈出席 元宇宙之旧极奥义 无限列车成果发表记者会 全国首创5G应用 沉浸式展演车厢 采用5G定位 直播串流与动态捕捉等 体感科技创新技术 打造全国首创的轻轨车厢 最佳沉浸式体验 我们今天是结合在地两家厂商 包括方正联合 以及嘉峻 他们分别在 沉浸式表演跟智慧交通 都是非常有经验的厂商 那我们跟高杰 大家一起合作 那推出在整个 这个轻轨列车上的 各种不同的沉浸式的 这些展演 那一方面在促进观光 那二方面也能够让民众知道说 其实八轻轨除了说 那沿路有像龙猫隧道等 高雄市很多的景点 那二方面也能够有不同的 这种沉浸式的体验 来了解到说 高雄其实在5G AOT等等的 还有数位内容产业等等的成果 陈其迈指出 市府提供各种补助方案 包括所有平台 资源到位 协助厂商能够在此实现梦想 让商业模式或服务模式 皆能同步落地 他鼓励不同的应用服务 能够落地实证 尤其在我们的轻轨 其实每天的日均量的酝酿 已经达到每天1.3万人 人数也在稳定的成长 那预计在今年的年底 我们全线就可以通车 也就是我们说的轻轨成员 那在这里我要特别感谢 杨董事长 我们高杰公司 那其实在不管是 还有要感谢蜜干 在我们城市行销 大家共同的配合 那尤其现在在公车月票的实施之后 那高杰公司也利用他们的各种不同的多元方案的在票证 那以及在各种的这个路线以及这个场站的开发更多元 那也更开拓了我们高雄是以TOD为核心的整体的市政建设 高杰公司表示 轻轨沉浸式车厢计划不仅展示5G技术在交通观光领域的潜力 更为高雄创造全台独一无二的旅游体验 车厢是以最受欢迎的蜜干号二代 期望为乘客带来崭新体验 记者李正道高雄报导 而高雄轻轨年底即将完工成员 有民间团体就质疑 这个轻轨列车只有24组 若成员后尖锋要达到6分钟 需要30组列车才够 因此要求市政府捷运局快点加购列车 但是捷运局表示 会以入口耗制优化的方式 加快车速暂时不采购 高雄轻轨的班距 目前尖锋时间是每10分钟一班 共有24组列车 未来成员之后将会新增7个站点 行车时间也会拉长 有民间团体指出 如果尖锋时间加密到每6分钟一班的话 列车数应该要从24组至少增加到30组才足够 那事实上其实现在的情况就是 它的均速是21.5公里每小时来看的话 要达到尖锋6分钟的目标 就要需要24组了 所以其实现在其实比这个原本的计划 还晚了2、30% 所以其实需要的会是大概30到32组列车 捷运局则表示轻轨成员之后 列车会是环状运行 初期营运仍以尖锋10分钟离锋15分钟营运 只需要18组列车 遇到大型活动或廉价时 才会踩小区段区间车搬距加密到6分钟因应 目前24列车是足够营运使用 我们现在其实是单线 然后双向回转 那成员之后其实它是绕着圈圈 那目前24列的部分是可以满足成员之后的运作 由于班区除了列车数之外也和车速有关 民间团体则以车速推算 还是建议应该留有余裕的列车 作为临时状况调度之用 而捷运局则表示 会以入口耗制优化的方式增加车速加密班次 那提速的部分最主要是在我们入口的部分 那入口的部分我们现在也正在进行招标 然后针对黄碰撞相关的系统部分 那司机员其实有了安全的这些保证之后 那它的速度其实还可以再提升 所以要嘛就是我们的轻轨要增速 那不然呢就是要赶快增购列车 这都要赶快来去进行的了 对于轻轨列车足不足够班次够不够密 民众则认为轻轨仍以观光为主 平日上下班时段和假日班次要密集之外 平日只有观光客达乘 班次可以不用太密 车速也不用太快 反而能够悠闲的欣赏城市之美 因为我们有时间啊 那有一些上班族啊 对啊上班族就比较好像是那个 对啊那就是他们那个公司 他们自己做决定啊 我们市民是希望嘛 希望都增加那个班次嘛 其实就是拿来当观光用途 也已经很好了 而且也慢慢开 然后也在地上 景色又好还不错啊 那如果有通勤需求的话 应该就会搭捷运了吧 感觉公车开的也比他快啊 对啊 等个十分钟十五分钟都可以啊 看你自己急不急啊 你如果很急的话 你就自己去找那个 可以让你快一点的那个啊 看个人啊 目前我们采取的形式 还不用到去增购的部分 那我们未来会配合发展的一个情境 然后再做相关的运作 相关的因应跟调整 轻轨成员和红局两线的捷运 以及台铁形成多个转称点 预期会提升运量 民间团体担忧列车不足 提供加快车速和加购列车的建议 避免到时轻轨被击爆 记者苏瀚军赖昌帮高雄报道 支威集团在基隆旧火车站顶楼 打造全台湾最大的 罗氏3D弧形荧幕 民众可以看到超可爱的胖橘猫 内政部长林又昌 副市长邱佩玲 与支威集团董事长欧阳志宏 共同启动这一座3D弧形荧幕 吸引许多民众拍照打卡 实际体感基地 一起来共襄盛举 我们全台湾最大 弧形LED揭幕记者会 我们基隆市府团队致力于 让基隆的产业更多元 让城市的风貌更加的美丽 那么现在呢 大家不用再跑到东京或是首尔 在我们基隆就可以看到 我们这么震撼的视觉饗宴 在基隆旧火车站上面的 这个罗氏3D弧形荧幕 正式在基隆登场 吸引许多民众围观 拍摄打卡目不转睛 就还蛮特别的 谢谢 就是原本是说在日本的那个 东京的那个街头 就是可以看到一个画面 那现在这个东西好像 也是原汁原味 搬到基隆来的那种感觉 对所以就有一种就是 不用跑到日本去 然后也可以看到这个 就是很新奇的画面 所以就是喜欢帽培应该会蛮喜欢的 对对 谢谢林部长 还有我们的欧阳董长 在台湾的最北端 可以打造一个这么漂亮的LED 大家都知道我过去待在媒体 对这样的LED是非常非常困难做的 以前我们每一次都要看 在东京新宿的跨年的时候 他做的LED的特效是什么 现在在基隆就可以看到了 记者会正式启动 全台湾最大的裸室3D曲面萤幕墙 现场贵宾云集 包括基隆市副市长 内政部长 志威集团董事长之外 还有基隆市交通处处长王增宏 民政处处长张念祥 官销处代理处长郭宪平 基隆市议员宋伟丽 郭美秀 秦真 以及友达董事长 雄师旅游的长官 都到现场来见证历史时刻 开始就一样了 好 那我们也请部长 帮我们手压到这个启动按钮 可爱的外星生物胖橘猫 将正式的长期居住在我们基隆 Edanverse成为大家的后宿币啊 帮他取什么名字 我想要帮他取吉古兰 为什么 因为这是基隆的一个特殊的叫法 然后他又是黄色的 就很符合 对 哦 不错哦 对啊 因为他现在叫胖橘猫 对啊 因为他现在叫胖橘猫 选的曲名叫吉古兰很不错 那副长觉得 我觉得还蛮适切的 这个圆圆胖胖的 而且颜色也很像哦 所以如果有这个选项的话 我也投台一票 吉古兰 不错不错 对 而且又有基隆在地的这个意象啊 对 跟我们美食又结合在一起 对 OK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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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讲说叫吉古兰 因为这个好啊 这个名字也好啊 对啊 这个也很像很像 然后又是基隆美食耶 对 我没想到这个耶 对啊 然后再加 他颜色整个一模一样 练入选项 选项 我非常开心 我很感动 我们延续了林部长的政绩 谢谢 我们让基隆这个地方可以变得更美好 我常说 政策是延续性的 一棒接一棒 我们要让林部长放心 我们会努力把这个地方打造的 如您所在的时候 一样的要求 大家都在基隆 大家都在台湾的最北端 我们都希望基隆可以更好 确实基隆要亮起来 要变更好 需要所有人共同来努力 包括地方跟中央 政府跟民间共同来推动 看见行动 就看得见基隆的愿景 记者 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台北市政府积极打造 世卫平权政策 实现科技普惠 结合社区关怀据点 礼办公处 开设银法世卫课程 也和青年合作 一同探索 世卫科技的乐趣和便利性 看起来怪怪的 可以跟我们大姐提醒一下 这边他说有交通违规的罚款 基本上我们交通的罚款 不会用情绪来通知 所以这个如果有看到 有交通违规 你要去到这个连接去交款 千万不要去点开 这位大姐收到一封可疑的讯息 正愁不知怎么办 台北市长蒋万安 点出疑点 确认这是诈骗简讯 要大姐千万别受骗上当 其实这样的例子 时常出现在你我以及周遭亲朋好友的生活当中 要如何在资讯科技时代 享有便利性 且不受诈骗损害 也是大众需要学习的课题 我们台北市我们其实一直在推动 让很多的长辈也能够学会使用 不只是3C产品 从一开始可能对于数位科技 有一些抗拒害怕 不熟悉到慢慢了解 甚至爱上能够使用 那我想我们在台北市这边 我们其实在过去 我们又透过单点课程的教训 来进行相关的课程 但是 已经没有办法允足我们长辈的需求 所以这一次也谢谢资讯局 社会局 大家共同帮忙 也谢谢我们各个学校 包括同学 包括我们社区热心的礼命 以及很多NGO团体 大家共同努力 我们提供即时协助解决问题的小帮手 我们叫做数位的光手计划 透过这样的方式 我们来让长辈 能够不只是 听课 同时当他有任何问题 他都可以透过小光手 来给他解答 带着他操作 然后慢慢让他有好的体验 好习惯 并且让使用数位科技成为他生活的一部分 所以 我想过去 大家一定都有经验 我们协助长辈 买了一个新的手机 帮他都设定好 下载找各种App 但是 有时候长辈用了 还是会跑回来说 这边安大友 到底要怎么使用 更方便 那 甚至我想也不只是 我们引发热灵的朋友 包括我自己 也要时常寻求我的小帮手 我的儿子 他刚上博中 现在很多 在操作上面 他比我要快 熟练 而且很了解 最新的一些科技型的App 所以我想 不断的学习 都可以让很多不同年龄 族群朋友 能够更方便 有效的使用 这些数位科技 所以我也要再次感谢 我们各位同学 老师的协助 今天我们也会颁发感谢状 就是想谢谢大家 透过我们邻里 透过僑房首席师协助的方式 让我们的长辈 能够持续享受精彩的人生 台北市政府积极打造数位平权 结合社区关怀据典协会 礼办公处开设银法数位课程 也和青年合作 一同探索数位科技的乐趣和便利 让每一位市民都能平等参与 使用数位科技带来的方便性 今年嘉欣里也有承办 我们台北市政府资讯局这些 教导银法阿公阿嬷 来丑用手机课 大家其实最开心的 就是能跟得上时代进步 然后学习到这些 其实我常常跟他们说 可以跟自己家里的孙子们 去做连结 让他们知道阿公阿嬷 其实是不会落后的 大家最欣赏最喜欢的 例如说这次会有一些 尤其LINE的课程 我想是大家最常 最普遍使用 那这一次比较特殊的 就是说台北市也藉由这个机会 来推广台北通APP 那我们也会鼓励说 市府一定要加深推广 这个APP的功能 让这个长辈 未来能透过这个台北通APP 能多加使用 来了解台北市的一些政策 和市府推广的一些各项活动 那另外呢 还有一些例如说 这个电子支付 我想这个大家 都觉得很好奇 现在这个时代 已经可以用这个BB 就可以做这个支付 尤其现场老师们 都有带去7-11 实际的操作 我想这个部分 的确是一个很棒 就是不只是在这个 课堂上讲 甚至实际带到超商去实作 我想这个都是一些很棒的课程 所以未来当然我们都会很希望 台北市政府 继续在这样的一个 资讯推广的活动 可以多拨一些经费 多让各个许多 例如说我们台北市456个 456个里 都能够全面普遍的去推动 我想这个是非常 更多 让更多阿公阿嬷 都可以接受资讯平权 我们平常会办一些数位 好帮手的课程 然后呢 他就是会 因为现在假讯息其实很参考 就是会有一些 教你如何辨别假讯息 只是像我们的 平常简讯里面 都会有一些连结 其实长辈 就想说 我是不是有什么东西 与其未缴 或者是我是不是 或是他会觉得 阿这个感觉 优惠很厉害 然后他就会点进 那个连结里面 这其实就掉入了 假讯息的陷阱 他里面就会叫你签线 身份证字号 或是你的手机号码 这样其实 他的个人资讯就外露了 那所以我们现在就是 会积极地推广说 要如何辨别假讯息 然后要如何 看到这个讯息 他其实就会 提高警觉说 阿这感觉是假讯息 那我要如何去辨别 这样子 数位平权成果展中 可以看到市民部分年龄 皆能拥抱数位生活 青年的创意很热忱 可以带领长辈们 进用科技 展现数位平均化 也是市府重要的实证目标 记者问郡张启腾 台北报道 接下来要带你来看 新北市为了要强化 独居长辈的关怀访饰 特别制作了安心包 运用长辈早年的农村记忆 已有台湾LV包支撑的 茄纸袋 内装各式名声用品 让伙伴们在关怀访饰 独居长者时赠送 拉近彼此间的距离 西北市年满65岁的长辈 到8月底已经突破71万大关 占全市人口的17.63% 每个月持续以 3000到4000人的速度在成长 而全市列车的独居长者 有5673人 因此市府出了建立区集的社会平台 在今年3月还整合了社区六大资源 包括带用餐店家、社区药局 多元福利据点、公寓大厦 邻里系统和社福志工等多元支持系统 来加强服务社区的弱势家庭 其中独居长辈是相对不容易接触到的族群 板桥区江翠里里长蔡明辉表示 里内就曾经有独居长辈在家昏倒数天 直到房东察觉一样 在和他前往关怀才发现 现在有了关怀独居长辈安心包 就能够化被动为主动进场关怀 之前就有一位里内的一个房东 就通报我说有一个老伯 他已经两三天没有出房门了 那我就赶快去跟他做房事 结果发现这位72岁的老伯 他有肝昏迷的这样的一个状况 所以知道这个情形我们后续除了继续帮他送餐之外 也跟社会局申请了这个紧急的安装救援系统 然后结合这个媒合这个社会社会物资资源 然后不定时的去帮他做这些关怀 这次我们社局还给我们这个 这个有很有这个怀旧性的这个咖喱得呀 让我们这个里长或这个关怀志工 可以去关怀这个我们的独老的时候 有这样的一个多一份关心 多一份关怀的这样一个举动 这个关怀独居长辈安心包里 除了有条理包 八宝粥、燕麦饮、饱酒乳、青石粥、燕麦片等食品 还有灵鹫山慈善基金会赠送的沐浴清洁组 刘慧然副市长表示 重点是要让独居长辈了解 市府有帮忙安装紧急救援系统、住宅警报器等 并鼓励长辈多走出来 参加银法俱乐部、社区关怀据典等 健康促进课程和活动 同时也设计了紧急关怀人贴纸和医化QR Code 长辈有需要的时候可以快速联络 访试人员也可以智慧化记录长辈的状况 那在我们的长辈里面有一批长辈是需要更加积极性去照顾的 就是我们独居的长辈们 所以在新北市里面有5673位的独居长辈 那这些长辈目前我们都列策 透过我们的区籍跟里长的体系 配合我们的志工、长照的相关的NGO团体 一起来协助我们这些需要被特别照顾的长辈 那在这些长辈里面有2394位 他是需要做紧急装备的 所以万里有什么事情的话 他可以按下紧急钮 我们的里长或是他的子女 甚至我们的一些资源系统马上可以到位 我想做这些就是市长常提到的 一个进步的城市不仅要把看得到的建设做好 一些看不到默默在第一线努力协助很多人的力量 一定要持续的去把它发挥出来 社会局表示 市府跨局处整个资源服务独居长辈 29区公所社福平台共同关怀 还有许多民间单位一起投入服务 大家一起来关怀独居长者共同守护 多一份力量就多一份安心 记者赵世源新采访报导 登上百月是许多登山课的首要目标 银法协会已开设登山课程 邀请专业的登山师姿 分享登山注意的事项及登山前的准备 让银法长者了解登山 绝对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 天冷的时候 但是要分什么时候穿外套 什么时候穿这一件 这个有点类似你把它想成中成衣 就是你单穿这个就保暖 如果还冷再把外套再加件 所以登山是洋葱式穿法 新北市银法协会长辈们 一直希望能登山挑战百月 为完成长辈们的梦想 长期规划了啪啪GO及箭走 训练长辈基耐力 日前开设登山课程 邀请志工分享登山注意事项 及登山前准备 理事长林美儿表示 登山是一件需要长期准备的旅程 透过课程也让长辈们 排除一些心中的疑虑 我们现在从爬爬GO开始 规划已经有十几年了 爬爬GO每周 每个离 现在每两周一次 还有一日有 就是一直见走 还没有开始 就是有这些担心 我觉得这个都要先准备好 因为长辈都是有慢性病 还有有山膏等等 这些家人有时候会担心 自己很想去 很想爬玉山 像我都还没爬玉山 我都很想去 可是一看到说 哇这个装备要十几公斤 不过刚刚听到老师讲说 可以有人帮忙 花一点钱 还有厨师 不错哦 等等这些我觉得 听起来还蛮吸引人的 课程参与学院分享 上完课才知道登山百月 与过去爬爬阳明山截然不同 事前需要准备 克服各项状况的装备 来保护自己 今天听了阿孟老师的介绍 我们才知道说 我们平常 比如说去爬阳明山啊 去那个真是差很多 装备真的一定要齐全 不然的话 山上风啊雨啊 这些你天气的变化 你是永远料不到的 所以一定要做好 万全的准备你才可以上山 令民学员分享 想要成为一名称职的登山客 最重要的就是安全 尤其是结伴而行 若有状况发生 也才能互相有个照应 登百月我是好像不太可能 我只有登过一个那个 石门山最最最低的百月 那因为现在 以前年轻的时候 是有参加登山社 只是不过是那种步道走走而已 然后现在退休了以后 我们在上班的时候就固定 每个礼拜天都去爬山 那我们那个 现在目前也是 每个礼拜天都爬山 那爬山是爬那种 郊区的山啊 那我觉得爬山很最重要的就是 要注意安全 那我觉得最重要是要结伴 不要单独自己一个人去爬山 尤其我们对我们这个热铃来讲 我的朋友 我常常看到我的朋友 都这样一个人去爬山 我就劝他们说真的一定要 要结伴而行 而且注意安全 是我们这个热铃最重要的 登山百月成功登顶 是许多登山客的首要目标 新北市银法协会本次举办课程 邀请专业师之分享登山准备 也让热铃长辈看见公顶的希望 记者苏建民新北采访报导 基隆市112年市民联合婚礼 在基隆港空中花园甜蜜登场 28对新人在山海美景和夕阳的衬托下 由市场谢国良及众多贵宾的见证下 完成了终身大事 现场洋溢着满满的幸福 长大之后 各个人也因为假期官非常的相像 连吃东西的口味都一样 所以渐渐的坐在一起 一对对新人在亲朋好友夹道欢迎下 甜蜜进场幸福终生 两个人是透过朋友的介绍和相视频 堪称北台湾最浪漫的基隆市民联合婚礼 20号在东岸旅客中心 立都蝶克花园登场 28对新人在山海城市和美丽夕阳衬托下 游市长谢国良祖婚 并带领全场新人宣读试词 你将是我这一生中 最重要的王子与公主 最重要的王子与公主 谢谢你 成为我人生中的志爱 跟我女朋友求婚蛮久的 但是最后还是输给了一台这个 调理机跟微波炉 想说因为自己的基隆市 所以就是想说一定要大力的一起来 推动这个结婚率 我觉得很新鲜 因为也没有看过这样子的场合 我觉得这个活动也非常好 我们是古装 他结合各个朝代的一些元素 然后他自己去动手做 然后我的也是他做 然后称多他的 就是我是加上那个清朝的元素 还有那个明朝 然后还有唐朝 可以参加这样子游玩结婚 感觉怎么样 感觉非常的幸福 在一起今年刚好满五年 想说五十年 对自己来结婚一下 那你呢 有没有很开心 有很开心 怎么说 安排得很好 大家都可以在蒙台上面 就是有机会这样走 然后流程都排得很好 市府推动基隆幸福产业链 将婚礼现场打造梦幻婚礼场景 邀请新人亲友一同见证 留下人生最美好的记忆 气氛非常好 那我觉得明正出办这个活动呢 很用心 现场有满满的幸福感 而且看到这个很多新人 包括连我的秘书 跟他的太太在内 今天都来参加这个联合婚礼 让我们感到非常的幸福 非常的窩心 那现在这些新人 要鼓励他们 不能只结婚 要生小孩 要增产报国 多生几个 提升我们基隆的生意率 大家加油 我们选择在我们这个广场 海洋边的广场 特别也找到在地许多的 温馨的摊商 取得非常温馨的名字 让他们能够在婚礼 进行之余呢 除了可以跟家人 共同分享喜悦 自己也过一点 婚礼当中的小小生活 能从吃的美食 饮料 然后还有我们婚礼的一些安排 让他们能够在这个联合婚礼当 不但能节省很多繁文鲁节 还可以感受到非常新颖 而且前卫的这个气氛 这个场地上还有AR的这个 视觉的感受 也可以留下美好的这个影像下来 在金融港区美景和新人亲友见证下 28对新人共结联礼 完成终身大事 参加新人都可以获得金铲子 和家电微波炉 希望新人们早生贵子 圆圆满满 记者 黄绍铭 金融报导 未来要迎接国庆日 有翡翠骑士之称的日本东京 农业大学第二高等学校受邀来台 而第一场演出 抢先在10月8号的高雄港7号码头登场 未来要迎接翡翠骑士的首次海外公演 高雄市政府也特别邀请高雄市三所高中职学校 与日本高校进行交流 华丽的走位 震撼的月升 还有动感舞者穿梭其中 继去年国庆日日本局高校引起轰动之后 今年东京农业大学翡翠骑士来台 肯定又将吸引众人的目光 不能老是让日本的乐仪队抢了风采 这回来到高雄进行海外公演 身为地主当然也要以礼相待 港市政府也邀请了三所高中职进行交流 目前正展开积极的排练 成立40年的熊女乐仪队 也曾经参加过元旦升旗典礼职棒开场表演 这一次准备了多首日本动脉经典歌曲 要和对方分享 而被誉为花园学府的树德嘉商 也是多年来代表高雄市前往国外访问表演 学生们更准备了两首舞马 要在当日演出交流 欢迎来到这里 另外还有高雄高商乐队 也是各大节庆活动的常客 现在全都在密集训练 同时接受日语教学 期待在迎接日本学生来台时 能够展现高雄人的好客与乐情 那为了这次的表演我们有剪 我们剪的曲子有包括像日本许多知名的音乐 像是玻妞或是灌篮高手 还有航海王等 那希望我们日本的学生都会喜欢 心情非常的期待又兴奋 因为他们在表演上 他们的乐剧处理的都非常的好 然后他们的声音大小的掌控 和各个乐器的吹奏方法 都值得让我们去学习 他们的就是队型 然后跟技巧都很厉害 有办法在就是那么多人的状况下 然后还可以做到这么整齐化医 《绯色骑士》来台湾的第一场演出 将抢先在10月8号高雄港7号码头登场 届时加上本地的学生共同参与交流 期盼借由台日四校间的互动 让日本学生体会高雄学子的热情 搭起青年世代间友谊的桥梁 进一步深化台日情谊 记者高雄综合报道 接下来我们来看台南本土登革热病例 已经突破9000例 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 成立前进应变工作队来进驻台南 卫福部次长王毕胜特别南下视察 并向市长桓伟哲承诺 将加速支援1.29亿元来协助防疫 登革热疫情在台南突破9000例 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 日前成立前进应变工作队 由副署长罗一军进驻台南 直接协调地方与中央的防疫工作 卫福部次长王毕胜 19日也来到了台南 除前往工作队视察整备情形 也来到了市府拜会市长黄伟哲 并针对防疫现况交换意见 中央卫生局这边有个大的发行床 那工作队这边也是去平衡 这些相关工作的成效 有没有什么 发生这些问题 这样才能及得 对 或者是说 怕落实 就是有点浪费人力 这样的教法 所以 我觉得通过这样的工作 应该是会 中央也在这边成立了 我们的这个前进的工作队 由罗副来进驻 那我也来看一下他们的这个工作状况 那还有他准备有一些哪些工作的计划 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部分是 当然我也是来这个市府这边 那跟这个市长 还有他的团队致意 因为我觉得这个防疫工作是真的是非常的辛苦 那另外一点 也要跟这个市民 台南的市民 讲说大家市民也都是很辛苦 因为很多防疫当中的一些作为 那会造成他们变 但是还是希望 市民能够跟这个 我们的政府合作 把这个 我们的防疫继续做好 那么另外还有就是有关这个台南市府 那他有请征经费 跟中央请征经费 1.29亿的这个部分 那我们在上个礼拜六 陈院长来这边市岛之后回去有交办 我们今天已经把这个计划已经签出 那送行政院 那我们也会追这个进驻 进度 希望这个资源 能够很快 很有效的到位 王碧盛表示 防疫工作要比细心 比耐力 比韧性 比想象中还要困难很多 从六月以来经历盛夏 暴雨等艰困的气候环境 台南非常努力的压制病例数 才达到现阶段的成果 黄伟哲也感谢中央在各项资源的协助 包含国军人力投入 快塞检验器材 加上疾管署团队进驻 透过大家共同努力 让接下来的疫情趋缓 共同度过难关 记者张硕为采访报道 再是医疗消息 许多人认为这个慢性胃痛 胃炎胃溃疡或是胃癌 是因为压力或抽烟喝酒造成的 但事实上是与幽门螺旋感菌的感染有关 以往大部分都会采用 传统的三合医疗法 但因为抗药性造成除菌率下降 现在台南市立安南医院 联手国内多家大型的医院 共同推出混合疗法 让除菌率高达9成5 研究成果还在国际期刊发表 台南市立安南医院医疗副院长 徐秉毅表示 在国内成年人 大约一半感染 幽门螺旋感菌 其中大约两成 会产生胃溃疡或 十二指肠溃疡 甚至有百分之一 会演变为胃癌或胃淋巴癌 在过去台湾 大多采用传统标准的三合疗法 但因为抗药性增加 造成除菌率下降 因此安南医院 与高雄医学大学 高雄长根医院合作 共同推出混合疗法 不但除菌率高达9成5 而且研究成果 还在国际知名 《美国消化医学》杂志发表 在台湾治疗这个 幽门螺旋感菌的感染 很多的医师呢 他是使用传统的三合疗法 那传统的三合疗法呢 目前在过去除菌率还不错 但是最近这十多年来呢 因为细菌抗药性的一个增加 除菌率就明显的下降 大概除菌率呢 大概只有80%左右 也就是说 治疗五个病人 就会失败一个 目前大部分医师所使用的 就是所谓的三合疗法 那三合疗法是用 一个益酸剂 再加上两个抗生素 但是呢 这个抗生素呢 如果产生抗药性的话 那这个除菌就会明显的下降 那我们的这个混合疗法呢 是14天的疗程 那使用三个抗生素 所以如果一个抗生素 有抗药性的时候 还有两个抗生素有效 那如果第二个抗生素又失效的话 还有第三个抗生素 可以来杀菌 所以它的除菌效果非常的好 如果说病人能够按时吃药的话 除菌率大概有95%以上 会中共同研究高医副校长吴登强 与高雄长根医院的副院长蔡成之表示 混合疗法除菌效果 目前已经成为美国消化医学会 幽门螺旋感菌治疗的准则 同时也是台湾幽门螺旋感菌共事 第一线治疗的建议处方 有了精准的除菌与混合疗法 安南医院近年来也开始导入人工智慧 幽门螺旋感菌的诊断 经由未尽 直接判断是否感染幽门螺旋感菌 减少切片出血与检查的费用 记者林根台南报导 接下来我带你来看 在桃园区名副社福馆新建工程 启用了赤资超过1亿元 规划有市民活动中心 大游里办公处 非营利幼儿园与公托中心 将能为大游里与周边邻里 提供更舒适的活动空间 三二一 请接牌 桃园区名副社福馆新建工程 在20号下午举行启用典礼 赤资超过1亿元经费打造 总楼地板面积约660平 建筑内规划有市民活动中心 大游里办公处 另外还设置非营利幼儿园与公托中心 非营利幼儿园已经在今年8月中招生 将能为大游地区跟周边邻里 提供更舒适的活动空间 并且输解地方的幼托需求 位于我们桃园大游里的 民副社福馆正式启用 这是一栋三层楼的建筑 那么一楼二楼呢 分别作为市民活动中心 还有托幼 三楼是托英 这栋大楼耗值大概一亿多 那么开放以后可以对于我们 附近大游里 不止大游里 附近有十几个里的里长 今天都有出席这个启用典礼 对他们来讲 这是一个非常兴奋高兴的事情 那么启用以后 市民活动中心 还有托英托幼 对于我们附近的乡亲来讲 是一个非常大的福音 那么我们希望他们能够 好好运用这个空间 将来我们市府也会继续投资 但是空间如果有缺什么配备的话 我们也会努力来把它做得更完整 希望我们这边的乡亲朋友 觉得这是一个新的福音 大游里长表示 民副社福馆对大游里的帮助很大 让里内的班队总算有练习 跟课程活动的空间 未来将规划更多元丰富的课程 之后也会成立关怀据点 让地方长辈都能走出来活动 互相交流感情 并且共同学习 保持身心健康 这社福馆呢 对我们大游里呢 有非常好的一个建设跟福利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之前呢 大游里的里民呢 都不能有一个多功能的教室呢 让我们来使用 那社福馆好了之后呢 我们呢相对呢 就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空间 有两个教室 让我们的里民呢 有更多的课程 那未来呢 大游里的课程呢 我会开非常多的 对里民呢 非常多的教学呢 来提供给我们的里民 未来呢 我们也会增设呢 这个关怀据点 让我们的65岁以上呢 长青的朋友呢 有多的 有更多的福利 民副市府馆位在 大游梯田生态公园中心 里面结合了活动中心 幼儿园与公托中心 公托正在准备中 预计会招收45人 可提供大游地区居民 多功能的活动空间 以及更舒适的活动集会场所 希望让民众 能够有更优质的生活环境 现在为一头的报道 再带你来看 桃园的地方信仰中心 寿山盐观音寺 举办观音佛祖立台280周年 武朝福教庆典 是地方的一大盛事哦 龟山区公所 就特别委托寿山高中 广告设计科的师生 以林鼎庙信仰为主题 开发全国首款 公庙文创的桌游 来传承传统的信仰文化 并推广到社区关怀据点 成为促进亲吟共荣的最佳教材 观公文昌帝君观世音菩萨 桃园市长张善政也特别前来 与林鼎社区86岁长辈 以及寿山高中的17岁学生 共同为桌游站台 并现场体验游戏中的直角环节 张善政称赞 这款游戏是强强联寿 以预教娱乐的方式 来传承传统信仰文化 成为促进亲吟共乐的最佳教材 利益十分良好 我觉得这个游戏 我刚刚说是强强结合 寿山岩观音室 是我们桃园最有历史的宫庙 那么也是最有代表性的 以它的临顶参拜的过程当作主题 再结合我们最有创意的寿山高中的学生 来开发这个桌游 是能够最彰显我们这个公庙的文化 也最能够彰显我们年轻同学的创意 这个桌游也能够带动我们年轻人 跟长辈的互动 让他们多了解我们这个公庙的参拜文化 是彰显我们文化传统的一个非常好的 一个教育跟传播工具 这款桌游以参拜银神的习俗为地 玩家们将会分别扮演 寿山岩观音室信仰圈内的四大族群 努力搜集素材来制作贡品 才有机会进进来执交寝室 互相比拼看谁请到最多尊寿山岩的神明回家 累积最高积分便能成为赢家 而开发这款桌游的寿山高中师生团队 也介绍他们埋藏在这款桌游的设计巧思 化用他们所考察到的人文历史信仰和民俗艺术 希望让桌游成为传承信仰的信物 这是我做的那个卡牌的背面 然后它上面的象征图案都是从寿山岩观音室 风调雨顺四位门石上面截取下来的 然后原本不是这样设计 是后来我是不知道要做什么 然后才特别去寿山岩观音室 然后拍这个图腾 然后做出这个背面 地图是来自五坑八方的信众 然后我们有龟轮舍、军人、客家人跟民安人 再来就是到我们的采收 我们的采收就是龟山的四种贡品 分别是树购、昂姑贵、法贵跟米高贵 然后再来就是直接到就是到我们敬见佛祖 我们佛祖有四个阶段 然后这些都是我们寿山岩观音室主要的一些佛祖 它不仅仅是一个桌游 而且它可以变成就是像寿山岩观音室传承的一个信物之类的 有趣的是团队中有人其实是天主教、基督教信仰 也有人是外地人 在得知要开发与制作寿山岩观音室主题的桌游时 他们表示难免有些忐忑不安 但自己也从中受益良多 了解到许多文化知识 也希望游戏能帮助到传统文化传承 我原本不是这个信仰的 然后就更了解这个宗教还有这些文化 然后还有龟山的在地特色都有了解到 我原本对龟山当地也没有很了解 可是在制作过程中我就认识了就是 我才发现寿山岩观音室这一间大庙 然后还发现它是一个古迹 然后就制作的时候就更了解这边的历史文化之类的 这款桌游目前也已经获得2023年全国创游 微翻转游戏式学习嘉年华 以及拓凯全国青少年高峰论坛的文化传承行动计划 两项奖项肯定 并规划举办相关研习活动 推广到龟山在地的学校来游玩 帮助在地学子了解地方信仰中心与庙与文化 共同开发的龟山区公所寿山高中和寿山岩观音室都期盼 这款桌游不仅是娱乐游戏更能成为文化载体 传承信仰记忆和故事 既有刘雨婷台会报导 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赋予珊瑚有成 每当解说员在解说珊瑚品种时都会添加海猪肉 凤梨等生物的俗名引起民众会心一笑 还有哪些令人惊奇的生物呢 一起来瞧瞧 这一大片有厚度俗称叫海猪肉的花环肉质软珊瑚 放远一看超像巨大的杏鲍菇 软软的像杏鲍菇 它当它触手收起来的时候又会像一块猪肉一样 所以我们就常常就称之为它为海猪肉 另外这被称为米粉的树真叶珊瑚 粗厚的触手摇一时就像在沸腾的锅中翻滚 看它在水波摇摆 有没有像一个米粉在那边摇来摇去 就像我们在烫米粉的时候 它虽然说是看起来软软的 可是它下面还是有骨骼的结构 树真叶珊瑚在台湾的水族市场中 是很常见的珊瑚种类 国际上的贸易量很高 算是水族界的人气王 还有海森界的漂亮宝贝海苹果 正在觅食喔 这些以食物命名的有趣生物 在解说员的解说下变得好亲切好有趣 还有还有来看这从鼻子到尾巴 被划上一条白线的到底是什么鱼呢 我们一般小嘴看到像泥墨或者像其他的 它都是以两条红色的柱子为主 然后这种呢我们在分类上面 跟它属于取的名称叫做臭幼家族 有没有看到它的鼻端一直到尾巴有白色 就像白鼻心的纹路一样 因为这里面呢它没有海葵 所以小丑鱼呢也会找其他的珊瑚 来做共生的一个相处 所以你看到它们会在珊瑚里面 也做磨蹭的动作也会照顾珊瑚 原来是粉红小丑鱼啊 潮进之南海洋馆近期喜事连连 既海苹果产卵后 一楼潮间辅士缸 也有东方星轰宝宝 诞生咯 这是全台第一次在人为环境下 繁殖成功的案例 鱿鱼的青鱼呢就是它的爸爸妈妈 大概养了两年多 然后开始陆陆续续的生产 一胎大概产下1到2只左右 它算是一个小型的鱿鱼 而且非常的可爱 它的成功大概在盘近30到40公分左右 不像一般我们看到的大理石龙那么的大 可是它就是小巧可爱 而且它鱿鱼的特征呢 都有陆陆续续的很明显的 我们可以看到比方说它的雄 雄雄的外表的那个姓真 还有它著名的毒刺 像我们现在看到这边呢是公鱼 所以它呢有个很长的交尾期 对 再来认识海底世界的丑小鸭 它小时候呢 是一圈一圈的蓝色的条纹 蓝白相间的条纹 乍看这样像大鱼的眼睛一样 这是它的保护 它等它慢慢长大的时候 黄白 然后底色是深黑色的条纹 我们常常就像它小时候丑小鸭 它长大变天了就是盖刺鱼的典型代表 所以我们又叫它变态 它小时候的形态跟长大不太一样 当它被你抓到的时候 它就用甩的 然后那个毒刺 它的刺就会刺到你 对 所以这是盖刺鱼的最重要特征 为什么这样就要盖刺鱼 在潮进智能馆一楼俯士池 您来了还可以来走走回上第二胎的母红鱼 记得No Touch 一起学习爱护海洋及海洋中的生物 记者蔡小军 基隆报道 以上就今天的中家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家新闻的脸书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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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一格责的新闻 这些制造 输入或销售侵权基上核的业者 都会遭到最众可除两年以下 徒刑合50万元罚金 影视产业是文化输出的软实力 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 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用时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简介 营养化碳终结者 那颗奖提醒您 屋外式瓦斯热水器 绝不可装在加装窗户的阳台 厨房等室内空间 因为瓦斯燃烧不完全 就会产生易氧化碳 短时间就会让人头晕想吐 甚至意识不清 想保命跟我这样做 一 热水器迁移至屋外 二 更换成强制排气式热水器 三 敢用电热水器 那颗奖祝福您 洗澡通风保安康 酒驾罚很大 一 提高酒驾违规罚还 在犯才累计加重 罚款无上限 酒驾巨检或巨测罚更大哦 二 呼气酒测值达0.25毫克以上 连坐处罚年满18岁的同车乘客 三 酒驾在犯 巨检及巨测在犯 肇事致人重伤或死亡者 没入该车辆 四 酒驾重新烤照 需强制加装酒精锁 找别人带吹也不行 要罚6000至12000元哦 五 未完成酒驾防治教育或酒饮治疗 不得再申请口罩 六 慢车酒驾也加重处罚哦 九价零永热 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